全油管最快新闻,2023年8月3日,陕西省保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铁路前总经理盛光祖的受贿案。 检查机关指控盛光祖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个人利益,非法收受财务共计约7376万余元。 庭审中,检查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盛光祖及其辩护人进行了执政。 控辩双方发表了意见,盛光祖最后认罪、毁罪。 庭审结束,宣判将于近期进行。 此案引起广泛关注,40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社会各界群众旁听了庭审。 中国铁路前总经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